接下來的一樣是代替的消息 前回頭替道教在台南車頭做地下花的工廳 釣車的釣鋼率是最最重重去 去說到各大的貨幣 加在這台釣車是在鐵機路有十米 沒有造成其他的危險也沒人到傷 替道教表示 差別之後 如果是外包釣車有所適 就會照客友跟他們討報上 大显鋼有機在港帝的時間 晚上再去8點40分 一來釣車進行釣鋼這幾個月時 雄雄發現釣車有回去 附近外台東邊的貨幣 必須貨幣受訊 還在發生事情時 現場離鐵機路約50公斤 第一時間沒有人車受傷 45噸的釣車 那它安全的在釣它這條是3噸的最高機是OK的 因為我們這邊釣也都是 它可以釣到7、8噸都可以 出來的事是在台南火車站外台第三個 平常鋒來 三輪子 三輪車使用 事情發生後 代替冠軍鋒電 便在煙空店附近車站釣渡使用 替道教是說 這是台南火車站第六花工程時間 相包衝上的外包衝上鋼車 應該是鋼車金銷鑼化 會依照規定求上 就吊車的那個吊地的金屬批划 因為我們是有要求他們那個機具的部分 都要做自動檢查 就每天都要做自動檢查 它如果這些的檢查的部分 然後沒有確診 我們會按照我們的企業 來給它那個花款 代替台南電的東派派員 進行路線到電車上的檢視 再去11點50分 完成檢視比較確認 中島12點51分 改度重點紅色 開後正上通車 後少會要求保障負擔負責的修理 要查清楚 到底先轉吊手會回去的結任 記者綜合報道 再轉吊手會 到中12點 感谢观看